我们利用一幅很漂亮的田园诗一般的画,去学一些生字 这个叫Vocabulary for an Edilic, Edilic Rural Setting Edilic就是田园诗一样,而Rural就是乡间 这幅图画很漂亮,但我觉得险缺了一样东西 就是两只狗狗,所以我将它改图 放了两只堂狗 我觉得就可以完整图了 好,我们言归正传,现在学生事 这个焦点,大家看到了 就是一个小屋 可以叫做Hut 亦是和一间屋有关的 在屋前有些灌木 这个就叫Shrubs 我差点看不到这个 屋顶上有个Chimney 有个烟通 Duck Well 如何去抽些水上来呢 这些是 利用一个叫Poolie 滑轮 就把水抽上来 好 下一步 就去到另一间屋 这间屋一定是有人住的 大家看到有些浪了出来的衣服 这个叫做Washing Line 即是浪衫的那条绳 浪出来的衣服叫Laundry 大家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皮蛋 一个皮肉 这个皮肉应该叫Quilt 好 好了 屋旁 远一点的地方 就有些 斩了下来的那些树木 那些叫Logs 那 大家看到那间屋 其实有些鸦鱼石的 一条路径 让别人走 叫A Coupled Path 这个不会叫Row 叫Path 或者Walkway Coupled 像鸦鱼石的 好 一跳就跳过去对岸 对岸 一看就知道是Bang 一个谷仓 OK 在谷仓的右手边 有一个拖拉机 叫Tractor 在木车上 在木车上 有素菌的干草 作为治疗用 Bale of Hay 还看到鸦鸦 还是鸵呢 好像鸵多些 Gees 好 回来 屋的另一端 有两个车 那这个用来做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帮我看 可能拆了出来 那些没什么用的 气质了很久 沽车 就叫Wheels Wheels in Disuse 即废置了一些车车 好 看看接着去哪里 嗯 是的 这个 你当是一条小溪 Stream Stream 每个人都知道 或者叫它做 Abrook 或者Creek 很多是 字会可以用来形容 甚至可以叫它做 Canel 一个 运河 或者有个打仗 一个保护作用 的护城 Mode 又可以 好 接着去到 远方 有些树 很高 就是 长得很高的树 那些当然 可以叫Tall trees 但是 我现在教这个 Groves Groves 好 接着 我们会去到 这个 The Top Right Corner 那里 就看到有些 Dairy Cows 在这里 grazing 那些 提供牛奶的 牛 在这里 吃草 那这里 山坡 的slope 那里 也都看到有些 Groves 有些树 好 一跳跳去 哦 这个 中间 Focus 小小的 一间 好像独立 小屋 很简陋的 你看到 这个 应该 就是他们 去厕所 的地方 我们叫做 A Stand Alone Lavatory 一个 独立的 厕所 即是 它没有跟其他 建筑物 是 connect 在一起 下去 就 看到 那些 铁丝网 的 围栏 你可以叫做 Wire Mesh Fencing 或者是 Wire Mesh Netting 都可以 Fence Fencing 都可以 Mesh 就是 網狀的意思 好像 漁網 那样 哦 上到 天空 那裡 看到一些 雲 这些一定 不是 Dark Clouds 一定是 White Clouds 但它的问题 它又不是 Wispy 那些 Klaus 或者 一丝的 轻煙 它 更加 像 Cotton-like Klaus 你可以这样 形容 Cotton-like Klaus 或者Puffy 英文 有些 形容 Puffy Klaus Fruffy 也可以 可以 的 最后 我們 看看 如何 相連 河道 被人 走 我 不會 叫它做 Bridge 我覺得 可以 用Bord Bord Walkway 形容 它是一塊 板 Striving The Two Sides 就是這樣